快看,大黄蜂只见其头不见其尾 山区打井不是太难了,车都只能倒着上 听说你们喜欢看大黄蜂,今天立马安排 实力充分,先点赞后观看 天才第一步,钻井只能哭 不好意思,嘴巴最近有点飘,是钻井先开孔 泥土上开孔,到处都漏气 开完孔就是下铁管,避免泥土曾踏坊 歌调多余的铁管,正式开打 五米的样子,打穿尸土 灰尘已经弥漫整个钻井区,我们的师傅依然逆行向前 此地为西南泥沿山区 十米的地层湿度不高,导致阳神很大 即便戴着防尘口罩都得躲圆地,只有换钻杆的间隙才能靠近 二十米了,连一点水的征兆都没 三十米,中里有点疯了,只是苦了我们的鸡水 鸡头都看不清 四十米的灰,五十米,打三岩层中一件水 持续出水,看来不是夹水层,千呼万唤水出来 终于不用戴口罩 有出水,那就加速吧 接下来就是六十米到九十米的出水层段 一百米没有新的出水层,只得继续加钻 先一根钻杆,先准备吃午饭,让地下水先留一会儿 别问为什么席地而坐,出门男人随便一个盒饭 吃饱就行,稍事休息,继续开打 上一期有很多小伙伴说想加入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心意 每天都在水里,水里,泥泥摸爬滚打 你们能坚持下来吗 事实是大多数年轻人坚持一天就不想做了 一百一十米再次出水,终于整到了身边 刚出水不久,钻头却有点差了 网站杆里加点82年的拉费润滑一下 一百二十米的样子 迎来了两位张罗伯大 一百三十米的样子 话说你们喜欢看大剑吧 想不想从事这一项工作呢 一百四十米,这是最后一根钻杆 打完就可以洗紧了 都看到这里了,各位看官老爷们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赞转发一下吧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